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特点就是特别追求独立自主 因为在之前中国是不是有一百多年经历了百年国耻 按照解放初我们教科书的说法 新中国以前我们是跪着帮外交 所以新中国它就改变这个风格 所以外交就特别追求独立自主 另外独立自主原则之外加了一个风格 就革命的风格 所以那个时候外交按照老百姓的话 就挺猛的 然后呢 那个具体政策就是一边倒 然后另起炉灶 然后是打扫干净物质在请客 那么这些做法确实在 就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是比较罕见的 这个因为 从中国角度来讲是绝对有必要的 因为那个原来帝国主义在中国有好多特权 我们必须把特权打掉 产量平等交往 它这个事儿呢是得罪人的 所以一段时间那西方对中国制裁就特别厉害 大家知道冷战的时候 美国是不是搞了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 对不对 然后哎呀对中国的那个制裁啊 那比苏联东欧要严厉得多 那么这种这个就是我们那种外交的对抗性啊 就在独立自主原则基础上再加一个这个革命外交 所以那就跟西方矛盾就大了 那么然后这个矛盾呢 最终其中表现的一个问题上就朝鲜战争 对不对 所以我们第四讲是讲的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总体来讲 我们我们做过评价吧 就是他的应该讲代价是很大的 但是呢意义更大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它叫立国之战嘛 但是新中国外交也有他另外一面 就是他很符合实际的一面 很符合国际规范的一面 这个一面呢就体现了今天我们讲的一个主题 叫做和平共处原则 这个原则呢 构成了中国外交第二个基本性格 独立自主是第一个基本性格 和平共处是第二个基本性格 那么那这个性格又带来了很多很多 五十年代这个新中国外交的突破 所以我们今天就梳理一下这个主题 叫和平共处 因为未来我们这个讲完这个课 大家应该知道 新中国外交其实是与时俱进的 根据不同的情况 内外情况不断的变化 它不是没守成规的 但是在五十年代 我们确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那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呢 它总体来讲啊 它有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呢 就是打破五十年代中国面临的外交僵局 因为新中国刚成立 而且是通过一个革命的手段成立的 所以不仅西方啊 对我们很敌视 那周边国家对我们也是很怀疑的 对吧 所以新中国初创的时候挺困难的 当时我们因为采取了一边倒政策嘛 所以迅速得到了苏联啊 还有东欧共产党国家和亚洲共产党国家 比如北越啊 这个蒙古朝鲜的这个承认 但是呢 这毕竟是少数国家嘛 大部分这个这个发展中国家 跟西方都一样都疑虑 西方当然不仅仅是疑虑 是敌视 周边国家是疑虑 知道吧 所以外交局面挺困难的 提出和平共存五项原则啊 让大家就能够放心很多 这对五十年代打开我们外交的僵局 打破这个孤立局面是很有好处的啊 另外呢 和平共存五项原则应该讲 它是确立了就是不同制度国家之间 长期和平共存的一个大的框架 这挺反映这个这个现代人智慧的 所以它意义有两个大破僵局啊 然后确立了这个不同制度国家 长期共存的规范 那么一般认为呢 咱们那个和平共存五项原则啊 它还有几个来源 一个来源呢 应该是这个西方有这种来源 比如说法国革命的时候啊 欧洲几乎所有的列强都去干预法国内政 那么那个时候法国革命当中 一个著名的这个起手啊 这个这个卢梭 就就强调这个这个这个主权啊 是一个国家完整的权利啊 不容外界来干预啊 所以在西方法国革命期间啊 这个不干涉那种原则就提出来了 然后一系列这个国际 西方国际法专家从这个不丹 确立主权原则里叫不丹嘛 不丹啊 格劳秀斯 卢梭 都是这么一个一个思路 这个主权是一个国家的完整权利 外界不容干涉啊 所以在西方它也是有一些源头的 那么从外部来讲呢 对我们中共啊影响最大当然是苏联啊 那么苏联大家知道在早期 是不是列宁提出来了 和这个这个不同制度和平共处的原则 对不对 所以这又是构成了第二个来源 一个是西方一个数量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国传统 中国的传统还真跟西方不一样 不是那种二元对立 西方的传统是很二元对立的 上帝 撒旦 天使 恶魔 二元对立 黑白对立 咱们传统文化就是二元统一的 阴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的 阴阳是并存的 中国文化有时候我们现在把它简化为叫和和文化 和是这个和口和嘛 还有合作的和 对不对 和和文化 这个和和文化就体现在这个和平共处 和文化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 那具体提出过程是这样的 53年12月咱们中印之间就因为西藏问题开始谈判 因为咱们国家认为西藏自元朝以来就有效地纳入到中华版图 就是我们一部分了 但是呢 印度不承认 印度认为西藏是个独立国家 而且在英政府时期 就是英属殖民地时期跟西藏关系还挺密切的 另外文化上这个藏传佛教是从印度过去的嘛 所以印度呢 有一段时间是不承认我们这个立场的 所以呢 就有一些矛盾 那么大家知道中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啊 这个比较好的两个国家了 印度是亚洲国家里面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 然后呢 这个中国很重视印度啊 我们有立场差别 我们又重视它 那就要谈判了 然后53年12月就围绕着西藏的前途问题 双方开始谈判 那么就在这次谈判之前 由周总理就向印方提出来了 这个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无相原则 这是最早中方提的 是在这个中印围绕着西藏谈判的时候提出来了 那么54年这个6月18号 中印两国政府 就是咱们周总理反应 然后跟黎赫鲁 就当时的印度总理就一块正式提出来了 后来呢 这个总理啊 咱们总理啊 周总理离开印度以后又到缅甸去 然后跟缅甸的总理又一块提了 那么从此应该讲和平共处原则 做一个正式的国际原则就提出来了 然后后来呢 就是在那个 就是万农会议上 五项基本原则的基本的内容 纳入到万农会议十项原则里面去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咱们这个 就中方 这个邻居的中方智慧 或者再加上一定亚洲智慧的 这样一个原则 就成了国际法的一部分了 那么 有了这样一个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之后 就在理论上 是吧 就方便了我们那个政策的 这个 这个跟一些国家的缓和 我们前面讲过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不是搞了一个一边倒政策吗 一边倒政策 当然就受到了苏联 集社会主义阵营的欢迎了 所以呢 苏联很快就承认中国 然后我们就建交 然后有中苏 互助友好同盟条约 然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包括欧洲的 包括这个亚洲的 都跟我们建交了 然后呢 我们下面当然就要发展与 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 那么一度呢 亚洲周边国家 对我们也是很怀疑的 但有了和平共处 这个思想以后 首先我们自己 思想就解放了 是吧 然后别的国家 对我们的怀疑也减少了 于是呢 这个 我们先后就跟这个 印度啊 巴基斯坦啊 阿富汗啊 印尼啊 缅甸啊 这个 当时叫西兰 现在叫斯里兰卡 就建交了 因为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们中国也在理论上 是吧 就可以和美国以外的 西方国家 就积极发展关系 然后54年 中国和芬兰 就建立了大世界外交关系 那么代办级就多了 代办级有荷兰啊 英国啊 等等等等啊 这个 所以有这么一个思路 这个就不同 不同于这个 就是那种比较激进的 革命外交的思路 和平共处 那么我们外交的空间 就大了很多 很快就在中国与周边关系 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当中 就取得了突破 咱们中国就开始 就新中国啊 就开始以一个 比较现代的国家的身份啊 开始进入到 这个现代国际关系了 在50年代 或是建国出去 比较大型的外交活动 主要有这么几个 一个就是积极参与啊 日内瓦会议 分别涉及到 印制三国 朝鲜和最后还 专门有个日内瓦会议 是关于那个老挝的 这是日内瓦会议 另外呢 就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 中美就决定啊 遵致某种直接的联系 虽然中美在朝鲜战场 刚刚兵戎相见呢 面上是势不两敌啊 势不两立的啊 但是呢 中美俩都是很成熟的大国 都知道 为了国家利益啊 有时候还得把心结 放在一边来谈 然后就在日内瓦会议期间 中美就决定了展开接触 这里面有两个阶段 先是叫领事级接触 后面就是大使级会谈 谈了136次 这也是很罕见的 两个大国 兵戎相见 但是有固定的外交交往渠道 所以这也是挺大一个事 日内瓦 中美大使级会谈 然后就是晚农会议 然后呢 万农会议应该讲是 中国在一个比较大线的 多边舞台上吧 这个一直手势亮相 可以说咱们周总理啊 那是这个魅力尖人啊 就是事后这个过去很多年 参加万农会议的各方代表 都对周总理钦佩不已 这个 然后当然后面 还有一些后续的 由于这个中国参与日内瓦会议啊 万农会议啊 非常成功嘛 就取得了很多国家的信任 于是我们跟 就是周边以外的亚洲国家 就逐渐的开始 展开了这个外交关系啊 能跟这个拉美啊 也开始部分的恢复的这个合作啊 这个这是 这个50年代 外交的主要的内容 一个是要记住 这个一个外交的基调出来了 叫和平共处 无相原则 这跟刚建国的时候的那种革命性外交 是有点不同的 它不矛盾啊 就是先通过革命手段 取得独立自主 是吧 然后 这样获得了一个比较平等的地位嘛 就不是跪着帮外交了嘛 然后就可以和平共处了 它其实它有继承关系 那么因为我们前面第三讲讲的是独立自主啊 那种革命外交 所以这一讲 第五讲就重点谈这个和平共处 那和平共处的提出过程 我刚才已经讲了 是中方 这个53年12月先提的 然后 在54年6月啊 6月18号 印度方面呼应 晚一点 缅甸方面呼应啊 然后 这个就成了 就现在国际法当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了 那么我们下面就几个大事 我们一件一件说一下啊 先谈一谈那个日内瓦会议 这个日内瓦会议啊 实际上是有三段啊 第一段呢 是54年呢 4月26号开的 然后呢 27到6月15 一共是51天 这个呢 是专门谈那个朝鲜问题 因为什么呢 53年 这个7月27 不是这个朝鲜半岛就停战了吗 但只是个停战协议 法理上讲啊 战争没结束 战争结束 得双方搞个和平协议 和平协议今天也没有嘛 所以法理上 朝鲜还处在战争状态 还是有点危险 所以后来苏联就提议说 能不能这个 请这个安理会武昌啊 来这个讨论一下朝鲜局势 把一些这个技术问题啊 控制一下 免得再打仗 对不对 然后这个中方就欣然就去了 去了以后 美方提了很多主张 我们也提了很多主张 我们就要求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 所有外国都撤军 我们保证肯定走 事实上 大家知道 后来志愿军不是58年就走了吗 然后说美军也得走 这是我们的一个主张 然后呢 那个 要求就是朝鲜啊 由朝鲜人民自己来管理啊 那个 结果呢 美国就不同意 这个 另外还有很多技术细节 包括这个俘虏的 这个安排啊 交换啊等等啊 这一段呢 应该讲呢 是不愉快的 这个 就是中美啊 谈了51天啊 纯枪射战啊 最后是无国而终 最后什么结果都没有 这是人力要会议的一个部分 但第二个阶段是有意思的 第二个阶段是5月8号开始的 到7月21号 是关于啊 印之三国的 这个时候美国有一点边缘化 但因为 那个主角是法国 大家知道 1893年 法国就把那个印之三国 就直接归属 就化归法 法兰西帝国了 成为他的海外殖民神 在那个之前 法国就陆陆续续 到了这个印之三国嘛 逐渐把我们亲王朝的那个 势力就给赶走了 但正儿八经吞并是1893年 这个傅台奖 就是毛主席生日那一点 那个 那个 法国就把印之三国 就中国传统的势力范围 砰就化到他们家海外省去了 然后呢 这个 后来不是这个 二战爆发嘛 然后呢 那个 日本人就来了 是吧 然后呢 对 应该讲 所有西方 在东南亚的殖民 都还是有点冲击的 英国的 荷兰的 美国的 法国的 都有点冲击 所以二战 以后呢 这些国家都要求独立 这个 你看你这个二战 表现也不好啊 人家打我 你跑得比我还快 是吧 你原来很崇拜他了 发现你这个家伙 胆子比我还小 那个 所以后来 再加上 二战以后 不是全世界都有个 去殖民化浪潮吗 于是 哎呀 就有了一个 二战后的 这个 去殖民化运动 然后英职上国 都要求独立 那法国就不干 就开始增压 增压就后来 引发了抵抗嘛 那么抵抗 应该讲 当时最有成效的 是越南 这个 著名的 甸鞭府大捷啊 就是越南打的 这个我不知道在 这个 这个场合讲过没有 应该是没有讲过 就是 二战以后 确实在全世界都出现了 叫去殖民化运动 英文叫 declonialization 那么 伴随 这个里面是伴随着 武装斗争的 但是呢 坦率讲啊 殖民地的 武装斗争呢 多数啊 军事上不怎么样的 像阿尔及利亚 是吧 反抗法国人 我看到那个战斗啊 也就是 打一个人家派出所 什么的 知道吧 十几个人 拿轻武器 他给他打下来 高兴得不得了 整个去殖民化战争当中 打得最好的 是殿民和战云 知道吧 是越共的部队打 一次性的消灭了法军 一个旅 四千多人 而且是有重装备的一个旅 当然 现在很多历史资料 已经已经 其实已经公开了 就是 这个战争 越共后面是中国 是先中国 对吧 这个具体指挥的是 我们的著名的 军事天才 陈庚大将 当然中国人很谦虚 我们一直很低调 不说这个事 我们把功劳是归的 那个 这个越共的吧 所以承认 这就是五元甲元帅打的 那其实 就真正指挥的是 咱们的那个 那个 陈庚大将嘛 然后呢 一些重武器 还是我们帮他 比如大炮 越南没有弹 他也不会用 知道吧 他就是一些轻武器 大炮 这个 这是 还有高速炮 就防空的 那个 都是咱们帮他的 这个 但 不管那个具体的 那个内容 结果就是这样 结果就在全世界 去殖民化过程当中 最辉煌的 就殖民地 反抗运动 最辉煌的军事胜利 是越南 那个 然后呢 就带来一些问题啊 就是 法国呢 因为那个 四分之一的军力 给捐了这个地方 而且损失惨重 看样子 军事上也要输 这个时候就可以谈判了 那个 那么谈判有很多内容啊 就是法国要干脆利落地撤出 承认三国主权 但不再讲呢 越南也得撤出 柬埔寨和那个老挝 因为越南打得很顺以后啊 砰 它得进那两个国家了 所以那两个国家说 法国要走 越南也得走啊 那个 这个 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内部协调的麻烦 那个 然后 咱们国家就去了 是周总理 带着队啊 那里面要做很多很多工作 那个 这个里面 首先要做法国人工作 就告诉他 反正大势已去 你在呆着 纯粹是浪费时间 说服法国人 这个是成功的 然后还要说服这个越南 这个 中间会议期间 咱们从你专门到南岭啊 这个跟那个 这个越南领袖胡志明谈啊 说虽然点边府你赢了 但是坦率讲啊 这个不是靠你的力量赢的 这个 而且法国又没有全身心的打 对不对 法国还是有实力的 你要的太高 这个是不行的 另外呢 就是 这个从这个 二战后的趋势来讲 你也不应该在这个 柬埔寨和老沃住兵 就 几方面做工作 做成了 然后呢 就排除美国干扰 因为当时美国也是一个 重要参与方 然后美国就是在里面 支持那个宝达集团 就是南越的那个 那个傀儡政府啊 然后 在法国后面捣乱 让法国挺着 不驻军啊 所以在 这个方向 中国是 主要是斗争 跟法国是说服 跟越南是说服啊 跟美国是斗争 这个 嗯 那你应该讲 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这个 啊 这个日内晚会议的 第二阶段啊 5月8号到7月21号 这个关于 印制三国的这个谈判 应该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 我个人认为 中国是起了一个 关键的一个 这个协调的作用 OK 这是日内 我们通常讲的 日内晚会议就这么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朝鲜 无果而终 第二阶段 关于 印制三国的那个 屈指命化 是成功的啊 然后呢 后来晚一点 又有一次的 日内晚会议 有时候我们的那个 媒体就不太知道了 这个 或者教科书 个别教科书 也不谈了 那其实还是 是前面两次会议的延续啊 因为参加方 都是那些当事方 那61年5月12号啊 在日内晚又开了关于 专门关于一个 老欧问题的一个 一个日内晚会议啊 他大概 结果是这样的 就是说越南独立之后啊 北越独立之后呢 就积极地支持 老欧的左翼政府 这个和左翼力量 扩展力量 然后呢 对原来的老欧亡国啊 是有冲击的 结果呢 后来引发美国的干预啊 美国就扶持右翼集团政变 把王国政府给控制了 然后 这个老欧就三派吧 右翼 越南支持的左翼 还有原来的国王啊 三派 处在某种混乱状态 日内晚会议呢 就希望啊 老欧形成一个面上的 民族团结政府 不要内战了 因为内战对大家都不好嘛 不要内战了 后来呢 那谈判好像没什么结果 谈判就是美国支持那一方 越南支持这一方 都不服 但最后的结果 是基本上还是让到 左翼立场赢了 为什么 因为左翼在越南支持之下 在战场上赢了 所以这个外交啊 坦实讲啊 基本上 还是对那个战场形式的一个确认 就这么一个东西 真正的 所以经常有人讲那个话 是吧 你战场上拿不到 你战场的东西 你外交上 外交谈判桌上是拿不到的 这个这个 第三次日内晚会议 关于那个老欧的会议 还真就是 就是 就证明了这么一个道理 好 日内晚会议我们就讲到这儿 总之 反正三次会议啊 大家记住 朝鲜部分 没有成果 越老简 三家独立部分 有成果 老欧这一部分 有成果 但成果好像跟那个 谈判无关 跟战场有关 对吧 这是日内战 日内晚会议 下面就谈谈那个中美 这个 直接的接触啊 那么 就是在日内晚会议期间呢 不是中美 两国那个高级代表团都去了嘛 附带讲 这个里面还真发生过一个小插曲 就有一次 就有一次这个 这个全体会吧 那么周总理先到了 到了以后呢 美国代表团 山山来吃 摆架子 他进来的时候啊 他们那个团长 杜勒斯 国务卿 这个要 要从总理这里过 总理呢 是伸出手了 结果他就不理咱们总理 知道吧 这个 这个应该是外交史上就挺不礼貌的 是吧 一般就是这么大国嘛 就是 我们俩感情不好 就是面上的礼节得有 所以后来 很多年以后 这个尼克松总统知道这个事嘛 所以是不是 尼克松挺注意的啊 就是他下那个飞机旋梯 这个还 还没有下到地 离那个地面还有两级 他就手伸着老长 对不对 所以他就是 表示一个歉意嘛 那么 中美呢 在日内瓦期间不是吵架嘛 但是吵架也是一种接触嘛 有了接触以后 双方就有一种共识了 说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啊 比如说 两国的那个侨民交换 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啊 有一些美国侨民呢 这个待下来了 但是他做了一些 不符合新中国法律的事 就给扣押了 美方说有82个人 这是侨民 还有呢 就是朝鲜战争 我们抓了一些俘虏嘛 有些就是 那种王牌分析员什么的 那个我们抓了一些俘虏啊 那么中方呢 在美国有5000多留学生 还有那种 就相当于访问学者那种人 有5000多 然后呢 美国不让他们回来 尤其是有120个 就是学那个物理的 这里面包括 咱们那个 这个 棘手尊敬的前老 还有还有其他一批 那个非常优秀的科学家 然后美国就说 我那个 这120个核武力学家 他就说 他们回来就给 帮助你们嘛 他在美国没有扣押 我们 我们 是那个 那个 知道他是扣押的 对吧 那个 他说我没扣押 他生活自由 这个 只不过 我不许他回来 帮助你军事发展 然后说中国这边 扣押了这82个平民 那是这个 这个 这个 非法的 无理的 等等等等 老得很凶 那么 是不是就在这个期间 现在大家好像 看到这个材料 就这个期间 咱们那个 前老啊 是不是写了封信 给他同学 他的同学 这个就 后来把这个信 就转给了咱们 中国代表团嘛 那个 这个信就 就明确讲 我是被拘留的 我 人生是没有 自由的 我们拿到这封信 啪 给美国人看了 然后 后来 破试 就是 这钱老就回来了 被美国政府 愚弄 仅已五年 无一日 一时一刻 不思归国 参加伟大的建设 钱学森 用最直接的方式 表达了 他当前的困境 和对美国的期待 在谈判桌上 当美国代表 监诚 没有愿意回国的 中国公民 被扣留时 钱学森的信 成为了最有力的回击 最终 在中国政府 提前释放 11名 背负美军间谍 和钱学森 亲笔信的利证下 美国总统 艾森豪威尔 同意 钱学森回国 当然一个说法 就是 也不是简单的 美国就让钱老回来 一个呢 他把钱老扣了 五年以上嘛 这样呢 就是说 最前沿的一些 那个技术啊 钱老就不知道了 所以就有个脱密的一个过程 对吧 这是一个 再一个是 就是按照美国人的说法 实际上是交换的 就是我们用 16个这个美国一流的飞行员服录 就是我们在朝鲜当中服录的 是16个 换回来的 这个 OK 这是一个情况啊 就是在日内瓦会期间 双方代表团打成一末期 就很多具体问题 比如说两国这个公司 在对方啊 都有一些财产被扣押了 人员被扣押了 其他还有一些 法律上一些问题 需要谈 于是双方就决定 就展开叫领事级会谈 这个呢 一共是谈了 应该是 谈了17次吧 好像时间是 五四年9月2号 到55年的7月15号 谈了17次 这个 然后呢 因为谈得有点成果 后来双方就决定了升级 升级到那个大时期啊 55年的8月 这个1号 双方就把那个领事级谈判 啪就提升到了那个大时期 还是在日内瓦 但是后来呢 这个因为美方啊 这个 出了一些问题 他谈判代表老患 然后呢 谈判有没有进展 所以就 终止了一段时间 然后 后来是在这个58年9月15号 双方就决定把这个大时期谈判呢 从这个日内瓦就转移到那个华沙去了 因为波兰呢 是跟咱们国家就是很早建交了嘛 那波兰跟美国关系也不错 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 波兰算跟那个美国关系好的 所以我们在华沙 两边都有 两国都有大使馆 而且隔得还挺近 而且因为日内瓦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国际化城市嘛 间谍云集啊 中美 中美这个大事谈判什么东西完不住 不方便 不像那个波兰 你 是一个主权国家 对吧 他好管 所以呢 后来 就是58年的 9月15号吧 就日内瓦他们就遗失 遗失这个华沙了 所以后来就有了 这个中美 这个大使会谈的两阶段说 日内瓦阶段和那个华沙阶段 这个 虽然呢 华沙阶段后来好像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成果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还是反映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成熟 两个大国啊 虽然有战略性的矛盾啊 但是还是很成熟 能忍住脾气啊 建立某种渠道 这个谈判呢 从日内瓦开始一直到华沙 一共 进行了136次吧 然后最后的时间是70年 这个 70年 2月 20号 就彻底终止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呢 这136次中美大使节会谈呢 有73次是日内瓦 剩下是在华沙 然后后来咱们那个参与谈判呢 是王炳南先生 就是外交部副部长 那个 然后 附带奖啊 给大家透露 透露一个信息 现在历史资料显示 这个36年西安事变 他后面的一个主要推动者 就是王炳南先生 挺厉害的 在这个 中国 中国革命期间啊 他起了很 独特的作用啊 那个另外 那个斯诺 爱德加斯诺 去那个 延安访问 就是王炳南先生安排的 所以这个先生挺独特的啊 然后 后来中美这个大使节会谈 多数时候都是他在谈 所以他后来写过一个回忆录 中美大使会谈九年纪要 这个应该是咱们那个新中国啊 就是高级外交官回忆录的第一本 非常有价值 非常有价值啊 OK 这是咱们这个 嗯 就是体现和平 共处原则的 外交的第二块 是吧 除了日内瓦 他们会议 就是这个中美大使节会谈 然后就到了这个 万能会议了 这个 二战以后呢 亚洲国家就纷纷就独立了 对吧 像印尼 就是四九年才独立嘛 比我们新中国还晚的 印尼原来是荷兰殖民地 是吧 原来那个东南亚这一块 印之三国 月老简 法国的 印尼 荷兰的 然后 印尼有 就还有个东地问 葡萄牙的 然后 美国掌握菲律宾 那么 缅甸 这个 叫马来西亚 新加坡 属于英国的 他说讲啊 这些国家近代挺惨的 像咱们是半殖民啊 他们是纯殖民 对吧 就是被西方直接就控制了 二战以后 他们就纷纷独立了 那么独立之后呢 当然他想 跟新中国一样啊 也想独立自强嘛 独立自强 他们又弱 不像新中国 那个时候也很穷 但我们毕竟大呀 而且有中共的坚强领导啊 这个 所以我们相对比他们强啊 他们呢 相对要弱一点 从 这个宗族国那儿啊 摆脱了殖民家属 独立了 但是比较弱 所以他们很需要团结 然后呢 五四年 这个 印尼 印尼应该排第一位啊 印尼 印度 巴基斯坦 缅甸 和西兰 就今天斯里兰卡 他们就准备搞一个 亚非团结大会 然后呢 就 邀请中国了 但这个邀请出来以后呢 也有反对 反对一件 因为美国坚决不敢 美国在捣乱 所以后来呀 扯了 就围绕着 邀不邀请中国 扯了 差不多小半年吧 最后是到 五四年的 十二月 才定下来 在贸物开了一个会 然后定下来 请 请 请新中国参加 最终这个会议呢 是五五年开的啊 五五年呢 五五年应该是 四月十八到二十四 这个 在 在 在 印尼的万龙 这个城市开的 那么参加国呢 是二十九个 就是发起国是五个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 还有日本啊 什么 那个 其他一些 这个亚洲国家 一共是十八个啊 这二十三 然后再加上六个 这个埃及什么的 非洲国家 一共是 二十九个 这个呢 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后 第一个啊 在多边国际舞台 亮相 哎呀 这个背景非常非常复杂 那个 然后当时没讲 就是蒋介石当局 也在那捣乱 也想说我才代表 是吧 就给我们争 所以那个时候 有蒋介石集团捣乱 有美国的盟友捣乱 挺复杂 这个会都不容易开 那么咱们国家呢 这个很重视这个 这个会啊 咱们周总理啊 开会以前 就把这个国家 就分了类 分成甲乙丙三类 叫和平中立国 接近和平中立国 反对和平中立国 给他们分类 然后根据不同国家 确定了不同的工作方针 团结 是吧 有些国家是 要尽量 结成朋友 有些国家呢 团结 有些国家是 争取部分的理解 就是说明那个时候 周总理 做工作是一向 就这个特点 很细 很有针对性 会议如期召开了 那个 但如期召开以后呢 里面呢 这个矛盾重重 美国的盟友啊 就上来就要谈 那个台湾问题 说我们不放弃武力 然后是破坏 那个亚洲稳定 然后因为这个 是亚非国家会议嘛 所以当时世界的潮流 是反低反值嘛 叫去殖民化 然后到那 说苏联也有殖民主义 这个呢 中国作为苏联的盟友 要不干的嘛 要挡掉它嘛 所以那边布置了 好多好多议题啊 那个 但议题有个特点 都是针对新中国的 它有点集中反映了 当时亚洲国家 尤其是周边国家 对中国的这个怀疑 甚至抵制 它本身就有这种消极情绪 然后美国又在后面捣乱 所以会议啊 这个气氛是不好的 这个 但是呢 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啊 咱们中国做了贡献 这个咱们这个周总理啊 提出一个明确主张 叫求同存异 这个会议啊 开始不久 就形成了两派 是吧 一派呢 就是那几个倡导国 他们叫和平中立派 还一派就是美国的盟国 就反共派 和平中立派 反共派很僵 而且这个僵 大部分问题都跟中国有关 所以中国这个表态 就非常重要 后来那个咱们总理呢 就是脱稿了 他原来有个稿子 那稿子发给大家了 然后就脱稿了 他上来就讲说 我们来啊 是来求同存异的 我们不是来吵架的 是吧 他承认说 因为很复杂的原因 我们跟很多国家 是吧 我们的制度不一样 历史体验不一样 这个我们不否认这些东西 但是呢 这些东西不应该成为 我们合作的这个障碍 另外呢 就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 那个时候主要是来自于 美国的盟友嘛 然后美国盟友 后面都是听 他美国盟友都听美国的嘛 所以周总理明确讲了 中国人民呢 不跟美国人民 这个 这个为敌 我们愿意跟美国人民友好 我们愿意跟美国谈判 就讲了这些东西 他这讲就是 当时咱们中国这个基本立场啊 对化解 那个和平中立派 和那个反共派的矛盾 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而且这个讲话 秋冬成一的讲话 就体现了 这个我们刚刚确定的原则 和平共存无相原则 那么后来呢 这个在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之下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国家努力之下 最终呢 这个会议有一个 就是亚非合作宣言 这里面确立了 十个合作原则 其中就包括 咱们提的和平共存 无相原则的主要内容 这个 所以这个会呢 应该讲的非常成功的 应该讲 五五年这个万农会议啊 对刚刚独立的 这个亚非国家 绝对是一个 这个五五四起的一个事情 是吧 所以对后来的 全球的去子民化 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对中国外交来讲 那也是一个 初试考试吧 是吧 这个 那应该讲是 我们教了一个很合格的打卷 好 后来 那么最后我们讲讲这个 就是万农会议之后啊 咱们中国外交 万农会议之后呢 咱们中国啊 继续去跟亚洲其他邻国 就开始建交 另外呢 就是跟那个 就是西亚北非 就中东国家开始建交 亚非会议呢 有这个 埃及啊 这种这种 这种中东国家嘛 那么在这个期间 中国跟埃及代表团是积极地接触啊 留下了非常好的影响 然后呢 随着中国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新中国稳定下来了嘛 而且内部呈现 某种真正日上的态势啊 这个时候 中东国家也开始重新 就开始认同 认同中国 然后 从这个 万农会议吧 到这个六十年代初 啊 我们就跟西亚北非八个国家就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应该是这个 这应该是这个就是万农会议后面的正能量发展吧 那么 另外呢 就是 古巴 革命呢 就开始了 然后 成功了 成功之后很快啊 中国就跟古巴啊 建立了外交关系 然后我们在拉美啊 是吧 也开始发声 另外呢 就是 当时中国政府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比较敢大胆发声 特别是针对美国 所以美国在 中东啊 在这个拉美 在非洲 呃 这个 他们的行为啊 中国是大胆的进行批评的 进行抗议的 另外 现在 很多资料 已经这个公布了 就是比如说 埃尔及利亚 反抗法国的过程当中啊 中国呢 不仅是就立场 就是 口头表态支持 还真还给了一些装备 就是没有中国的这些支持 可能他们也挺难获得那个 他们的独立的啊 那个 OK 这就是 咱们五十年代 或者建国初期外交的 第二个基本性格吧 我们 第三讲讲的 是一种性格 独立自主 而且我们讲过 那个 那个性格跟当时那个革命的特点 结合在一块 它还挺激进的 但是很快 新中国外交就有了 另外一种性格 叫和平共处 对吧 那么这个性格呢 最后 首先变成了一个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一个国际法的一种 意义上的一个纲领啊 然后 就有了 我们刚才介绍了 好多好多很成功的事件 这些事件 对后来的中国的那个发展 都是有好处的 这个军迷都应该 这个 这个感谢啊 这个日流啊 双方的那个会谈啊 我们用十六个美国大兵 十六个美国 当然是高端飞旗员了 也是很 有高价值的那个人物啊 把钱烙给换回来了 对吧 这个给后来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 是不是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对不对 这个 总之呢 那个五十年代啊 是咱们新中国啊 初创不久的这个外交 虽然内外条件都不太好 可以说那个 甚至说阻碍重重吧 但是我觉得啊 在毛主席的那个 这个为核心的领导之下 还有一批 这个天才般的人物 包括周总理 包括其他外交官 在他们努力之下 我们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呢 就就逐渐就打开了 应该讲开局是非常好的 好 今天呢 关于中国外交五十年代的内容 聊到这儿 后面呢 我们会转到六十年代 我们会谈中枢分裂 会谈中印边境冲突 会谈这个抗美援约 是吧 会谈中国跟其他那个中间地带国家的 一些外交官集发展 那么后面的内容 我们且待下一讲分解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